比特币现货ETF没有市场想象的那么火热 短期市场情绪两极分化 4万3美金的比特币您到底是看涨还是看跌 Celsius开始赔偿30亿美元的用户资产 首批转出6.7万枚ETF 纽约社区银行爆亏损2.52亿美元 会不会重演三月份的银行爆雷黑天鹅呢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没事找事 希望萨尔瓦多能够放弃比特币的法币地位 副总统称比特币至少还要当5年的法币 Wordcoin香港受阻 新加坡建制加密排空气 加密安全必须得管 用加密货币重新占量世界 掌握24小时财富密码 一起慢慢的有钱 2月2号星期五币链何在 我是Michael 我们先来看24小时Deepcoin的数据头条 本中持续保持了比特币现货ETF的 净流入的现象 这是好事 昨天晚上在美股收盘的时候 贝莱德的现货ETF的交易量 第一次超过了GBTC GBTC交易量达到了2.9亿美金 IPIT超过了3亿美元 这无疑对于ETF市场来讲是一个信心的提振 大家看到比特币的价格也迎来了小幅的反弹行情 不过比特币现货ETF的交易量的总额是下跌的 已经下跌跌破了10亿美元了 这是比特币现货ETF开放以来第一次交易量跌破10亿 以侧品反映出来 ETF市场并没有大家想象当中的那么火爆 尽管短周期数据上面有转机 但似乎还面临着一些潜在的压力和市场的顾虑的 现在资金的流入量依旧是不足的 所以比特币现货ETF会面临重新的考验 和这个时间点下的抉择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场外筹码的情况 来看比特币的实现价格 这是短期市场筹码均衡分布的一个重要指标 这个指标是多少 42,000 也就是说现在机构持有比特币 它的平均持仓成本就在42,000附近 目前比特币价格是在43,000 机构和用户 那么华尔街大鳄们会愿意 为43,000美元的比特币买单吗 这就值得评估自己的成本均价了 只有持仓成本低于市场主流水准 至少低于50%的持仓均价 才算得算是合理 而且非常具有利润的操作空间 所以现阶段我们主要观察的就是 场内获利筹码的预期和场外观望的资金预期 到底有什么样的差额 好 我们尝试着转换一下你的视角 如果你是手上资金体量特别巨大 你是机构 你是华尔街的大资本 你会选择现在进场去接盘 把市场做大呢 还是说会等到筹码低于4万 或者更低的时候 拉低自己的持仓成本 让自己利润更高呢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如果比特币存在抛压的话 这个抛压来自于哪里 我们来看比特币短期持有者的 SOP数据 这个数据能够直观的反映 所有持有筹码在155天以内的市场动态 如果这个数据在1的上方 表明短期持有者在获利卖出 1的下方表明短期持有者在亏损卖出 从数据来看 最近一周比特币的价格上涨之后 短期持有者是持续在获利卖出的 但是在昨天这个数值开始回到了1的附近 表明短期持有人抛售欲望在减少 我们再来看 在155天以上的长期持有者的SOP数据 处于1的上方 表明长持的人在不断的抛售 他的获利筹码 而且还没有减弱的迹象 说明现在主要的抛压就是来自于长持的用户了 那么我们要判断的是 现在比特币的价格是否能够接得住 长期用户持续的抛压 好 请您点赞 我们来帮您梳理24小时 您必须关注的币域圈的大市小钱 下面这条消息关乎着以太坊的价格 大家还记得在去年破产重组的SELCIOUS吗 经过非常漫长的重组整合之后 近日宣布说他完成了重组计划 这意味着什么 第一个SELCIOUS可能要摆脱他的破产困境了 那么第二个就是他要向债权人分配他的债务了 怎么支付 这是大家非常关注的 从他首批披露的支付名单当中 他的付出的资产除了现金之外 还包括6.7万枚的以太坊 那6.7万枚以太坊 如果都在市场上卖出的话 会不会对价格带来冲击呢 昨日SELCIOUS宣布该计划 获得约98%的公司账户持有人支持 从而正式脱离破产困境 完成重组过程 对此临时CEO兼CFO克里斯·费拉罗补充道 除了加密货币和法定货币 也将向债权人分发Ionic Digital股票 就在SELCIS声明没多久 Sport on Chain监测链上数据指出 SELCIS在过去两天中 向Coinbase Prime存入了6.7万枚ETH 价值约1.565亿美元的ETH可不是小数目 这不禁让人猜测 SELCIS是不是在抛售以太币 话说回来 SELCIS此前已经明确表示 将以实物分配的方式偿还债权人 如今看来他们似乎正在兑现承诺 将资产分发给债权人 好大家看到最近两天 以太币的价格确实出现了5%左右的下跌 或许这和SELCIS的抛售是有关系的 不过我倒认为6.7万枚以太坊还不至于对市场带来太大的震动 毕竟以太坊的体量是非常巨大的 消化6.7万枚抛压 我觉得是小菜一点 但是这条消息我更关注的是 SELCIS如果走出了破产阴影的话 未来它如何重启它在美国加密资产的借贷业务 这可能对于美国的加密走势来讲 会更加的让人关注 我们会帮大家盯着后续的进展 现在的币川已经开启了它的上升通道 那虽然在回调 可是大势还是向上的 所以现在大家特别担心 再发生像去年3月份的硅谷银行 签名银行 还有这个Severgate银行 这一些加密有让银行相继爆发危机之后 其实给人家提了个醒 就是中心化的金融系统其实非常脆弱的 那当下大家也非常担心 再出现类似的银行暴雷的情况 我们看一下当初接手了Signature Bank业务的纽约区 社区银行叫New York Community Bank 它的股价就因为它公布了去年Q4的财报 亏损了2.52亿美元 所以它的股价暴跌了40% 那大家都非常脆弱 也很担心说银行危机会不会再次重演呢 去年银行危机期间 比特币价格在3月份实现了突破 从19,549美元飙涨23% 至突破29,000美元 这一涨势背后不仅因为比特币的去中心化精神 与传统银行倒闭凸显的中心化金融脆弱形成对比 美国政府的迅速救援行动也为投资者带来信心 如今纽约社区银行的最新危机 也引起了BitMax共同创始人阿瑟海耶斯的关注 他预计台政部将很快推出金融救助措施 可能促使比特币价格在线去年3月的走势 我们来推演一下 如果说银行危机再次发生了 那么比特币的价格一定会下探 这有可能是黄金坑带来这波减半前探底的诱因 但是如果纽约社区银行和其他银行在周末遭遇提前抛售的话 那有可能政府会迅速推出新的提振计划 毕竟现在市场刚刚恢复信心 如果再发生黑天鹅 可能对美联储来讲不是一件好事情对吧 而阿瑟海耶斯在这个时候 他的预测您可以理解为就是在向下带风向 无论结果如何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现在加密货币市场的走势非常复杂 可经不起一星半点的黑天鹅事件了 萨尔瓦多直接无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警告 就是支持比特币让别人说去吧 香港新加坡防患于未然 加密隐私安全问题成为亚洲加密市场的重要议题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萨尔瓦多它有多有种 大家记得萨尔瓦多在国会确立比特币法定货币当月 比特币价格是4.5万美金 随后的两个月确实大家看到一路飙涨到6万9 萨尔瓦都很开心 但好景不长 22年比特币是连续的下跌的 最高跌幅136% 在这个期间 萨尔瓦的政府是承受了来自于民众 甚至于国际货币基金多次的冷嘲热讽 以及公开的批评 认为说萨尔瓦多把比特币定为国家法定货币 是一个疯狂的决定 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决定 所以萨尔瓦多付出的代价 就是近几年向IMF提出的多次信贷都被无情的拒绝了 但是萨尔瓦多在抄底之余 对于这种打压和歧视以及报复 他选择的方法是直接无视 据路透社报道 即使正面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3亿美元的贷款谈判 IMF还特别告诫萨国放弃比特币 但副总统Felix Aloa仍坚定表示 萨国不会改变 且SEC批准比特币现货ETF更进一步强化了萨国的决心 萨国现任总统那一步不可来 去年10月底在违宪的争议下宣布竞选连任 且获得压倒性的民调支持 副总统费利克斯乌略亚透露 若如预期般胜选 萨国政府预计会在今年第一季发行比特币债券 此外主打无税加密避风港的比特币城 比特币签证计划也会继续推行 欣慰的是比特币从来没有让信仰他的人失望 在今年比特币开始有了非常好的起色 也让人欣慰的是 萨瓦多的持仓终于开始赚钱了 在去年12月 那一步不可就宣布说 萨瓦多的比特币持仓已经由亏转为盈余了 在二二年的11月份 布克莱还宣布了一项计划 他承诺说每天购买一枚比特币 那么截止到1月9号 萨瓦多目前的持仓是2798枚比特币 同时那一步不可还宣布说 要竞选总统的连任 把比特币向孩子的教育方面去推进 我们有理由相信 萨瓦多总统打造比特币自身的梦想 一定会变成现实 那如果比特币自身建好 我们频道会第一个去实地探访表示支持 好 我们再来看香港 虽然说港府对于加密改革的力度 是展现出来决心的 要打造亚洲的web3的城市 但是最近的一件事情 让大家大跌眼镜 大家知道沙姆澳台湾的项目 Wordcoin进入香港 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 那最近香港的个人资料 隐私专员公署 对Wordcoin线下的6个场所进行了搜查 原因是它的数据可能存在泄漏隐私的风险 而且警告香港居民要警惕生物识别数据 被如何使用的问题 根据PCPD的说法 Wordcoin在香港的运营涉及严重的 个人数据隐私风险 并认为相关组织对敏感个人数据的收集和处理 可能违反个人资料隐私条例的要求 在去年12月中 特区政府修订香港国安法第43条实施细则 明确规定由保安局局长发出的冻结财产通知书 在相关法律程序代决期间仍然有效 直到法律程序完结为止 那么新的国安法对香港金融是有直接影响的 另外与香港同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新加坡 最近也加强了对加密领域的安全调查 新加坡警察部队和新加坡网络安全局 针对加密货币排空器或钱包排空器 在生态系统中窃取投资者资金的不断增加 向公民发布了网络安全警告 提醒投资者 这是一种针对加密钱包的恶意软件 让投资者提高对涉及加密货币排空器的 网络攻击的警觉 对隐私的保护 这确实是一个应该提起大家重点关注的问题 毕竟隐私权是每个人非常重要的权利 但是以安全的问题对某个企业进行打压的话 这个操作是不是有点特别熟悉的味道是吗 我相信Wordcoin在上市香港的时候 在香港开始业务的时候 港府一定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那么早不收拾往不收拾 现在这个时候来收拾 这个点儿选的可真的不怎么好 在香港的web3的地位 还没有完全建立的时候 就对这么致命的项目下重拳的话 我觉得有点得不偿失 毕竟香港的金融未来有可能真的只能指望web3了 defi lama数据显示 稳定币总市值达1354.39亿美元 其中USDT市值约为962.09亿美元 市占率为71.03% 据官方消息 Coinbase将Ronen列入上币路线图 据悉Coinbase此前决定未提高资产透明度 将提前列出已决定上线的资产 并一致路线图 Bitmax Research数据显示 GPTC前15个交易日 总流出140195枚比特币 约合58.32亿美元 其中第15个交易日流出1.82亿美元 波卡生态智能合约平台Astar Network 在X平台宣布 Astar ZKEVM主网即将推出 但目前尚未披露具体时间 此前Astar Network还透露 DAPP Staking V3或将在两周内推出 据相关界面显示 StarkNet生态智能合约包 Browers钱包已默认列出STRK代币 好 最近B圈在寻找方向的时候 到底是往上涨还是往下探底 这是大家争论不休的问题 在这个时候 在横盘震荡的时候 是市场最难受的时候 也是考验大家的投资策略 能否坚持下去的时候 我们再强调一下 我们频道一贯坚守的策略 第一 闲钱投资长线持有 第二 不碰合约和杠杆 有合理的去调配你的仓位 70%到80%是你的固定仓位 是长持的仓位 是不许动的仓位 是底仓 20%的仓位叫优本位 您可以参与市场的买卖 用这些资金 用输得起的资金去高抛低需 去找找交易的感觉 建设自己的盘感和避感 这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坚持的策略 听上去很简单 但是要真正做到真心需要一些坚持的 所以希望您能够加入我们的会员 我们一起把我们的策略践行到底 让我们在这一轮牛市当中 资产后面轻松的加个零吧 这里头有所有的会员权益 您可以关注一下 我们希望和您一起慢慢变有钱 明天见